嗨,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老北京著名美食牛舌饼 不过这个牛舌饼是我经过自己改良的 特别是馅料的配比,我试了几次 最后确定下来的比例搭配,尝了以后确实有上瘾的感觉 很多中式点心都用猪油,一般家里都不会有 我干脆用黄油来代替 一般一条黄油是113克 先切70克和140克中筋面粉混合,做油酥面团 黄油是提前三个小时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面和黄油的比例是2比1 固态的黄油和面勉强揉成团 醒一会儿会好一些 下一步做水油皮 200克中筋面粉加35克白糖 还有剩下的那一块黄油 大约是43克 要把黄油充分揉开以后才能再加水 水的用量是110克 水一定要分次加入 特别是如果你用的液态油 剥成的面团非常软,但不能是粘手的状态 能够轻松拿起不粘盆就好了 盖上盖,醒20分钟 下一步是做馅 中筋面粉150克 先用中火把它炒香 有的人是用蒸的方法 我感觉用炒的方法更好吃 炒成这样微微变黄就可以了 白芝麻40克 黑芝麻30克 都已经炒熟了 简单擀碎就好 不用擀成细末 炒面降至常温以后 放入擀碎的芝麻 白糖120克 盐8克 花椒粉3克 鸡蛋轻2个 充分搅拌均匀 一汤匙花生油 这时候用手做一下 应该还比较松散 不易成团 再加30克清水 最后上手揉成团 形成这种有韧劲的面团就可以了 我计划做16个牛舌饼 所以先把馅分成16等份 我这是小包酥的方法 也就是一个一个的做 适合家庭制作 如果是大批量制作 就用大包酥的方法 都搓成乒乓球大小的圆球备用 下一步把水油皮和油酥 也都均分16等份 都做好以后 把水油皮用手按扁 然后把油酥包裹在里边 收口一定要收紧 都包好以后 再搓成略长的形状 然后擀成薄片 再从一头卷起 然后放在一边 让它醒一会儿 都卷好以后 再从最早做的开始 擀成薄片 再卷一次 这样做牛舌饼的外皮就层次非常多 接下来两侧收口 捏成一个圆形 不用担心不圆 不够规则 因为这一步和成形 没有太大关系 然后擀成一个薄片 不规则的一面朝上 擀的大小 以能包住馅料为准 接下来包馅比较容易 不管什么纹路 只要捏实就好 收好口以后 光面朝上 小心地整理成形 最后检查一下 是否露馅 擀的时候 用力均匀 轻柔 不要把馅味挤破 正好还剩了两个蛋黄 我们把它刷在表面 实际上老北京牛舌饼 是不刷蛋液的 北京人讲话 牛舌饼就是白不自裂的 烤箱预热 华氏350度 烤20分钟 时间不要过长 长了以后就硬了 终于烤好了 手感酥软 口感咸甜麻香 恰到好处 临走前别忘了点赞订阅 上市厨房 我们下次再见